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境外第五战的传递7号在法国巴黎结束 奥运火炬沿着塞纳河畔和湘洁丽社大街尽赏巴黎美景 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 当最后一名火炬手手持响女火炬进入体育场时 全场响起了热热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场的北京奥总委代表和巴黎市政府官员 以及国际奥委会代表 同全场观众一起见证了奥运胜果 在体育场雄行燃烧的动员时刻 中国驻法大使肯前表示 北京奥运社会巴黎传递活动 得到了巴黎人民的欢迎如何肯定 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 法方有很多的热情观众 在高产着北京加油 北京奥运加油 我对他们的这种友好感情深为感动 那么我相信呢 随着我们奥运会的工作 主席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必将举办一次很有特色的奥运会 能够使各国人民推进友谊 推进合作 增进了解的这样一个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巴黎战火炬接力的起跑仪式 于当地时间7号中午12时30分 在埃菲尔铁塔举行 第一棒火炬手 法国前世界田径冠军 史迪亚加纳 手持熊熊燃烧的火炬 跑下埃菲尔铁塔 开始了北京奥运火炬的巴黎之旅 当天的整个火炬传递路线 沿着塞纳河两岸 中途经过凯旋门 相信立社大街 协和广场 卢浮宫等著名景点 最后抵达法国奥委会所在地 夏勒利体育场 共有五名中国火炬手 参加了奥运圣火 在巴黎的传递活动 他们分别是当地的 华人华侨代表 中资机构代表 留学生和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他们分别在巴黎市内 不同的地段 完成了奥运火炬的激励 奥运圣火在夏勒利体育场 熊熊燃烧 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人民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 随着圣火的光芒 传递到巴黎各地